你好 这是一期重要的节目 简映专业版3.0的测试版本 在几天以前发布了 在这个版本中有一个重磅的功能 就是字幕的导入和导出 关于简映的系列教程 我已经做了二十几期了 感兴趣的去看一下播放列表 我会放在字顶留言当中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功能 首先给你看一下这个版本 这个更多里面看到我现在的版本号 是3.0beta1这个版本 注意这是个内测的版本 还没有公开发布 你到官网里头还没有办法下载 可以等几天等它正式发布的时候 你及时更新 如果你实在等不了了 现在马上就要用的话 我等一下告诉你下载的地方 好 这是简映的界面 我已经放了一个视频 在这里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子 那么简映已经有的文本功能 你可以看到可以通过智能字幕 识别通过语音生成字幕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对 现在这个文件进行一下子测试 很快 因为很短小 几十秒的一个视频 我在这边给大家演示 那么它识别完了以后 这个字幕就这样了 那么现在我现在给你展示 它是怎么把它导出的 点击导出 注意看 这里头出了一个新的选项 叫做字幕导出 视频导出 你可以同时导出视频 也可以 单单导出一个视频 或者是单独导出一个字幕 都可以 这是一个多选 如果我只导出字幕 在这个地方可以选择是srt的格式 或者是txt的格式 我们比如说先导出一个srt带时间轴的 这样一个字幕文件的形式 好 因为光是文本导出就非常快 我再点击导出 它将字幕导出完成 这个地方有个打开文件 加 你可以打开去找到它 好 现在我把它打开 打开以后 这个就是刚刚导出的 字幕文件 它是一个srt的文件 大家看到了 我双击打开它 大家可以看到 带有时间 出信息的 你好 今天我们聊一聊油管通知 你看这个就是个标准的字幕文件 导出成功 你看以前我们需要用第三方的应用 第三方的应用的话 简映srt导出的工具的话 2.9的版本已经用不起来了 所以我前面讲2.9更新的时候 很多人就在视频底下留言讲怎么办 我那个时候讲 你可以去要么就等这个工具更新 要么就等 要么就把安装2.8的版本去使用 今天开始的话 你就可以下载3.0的内侧的版本 就可以开始用起来 如果你不着急用这个功能 你就可以等到3.0的正式版 在它官网发布的时候再去更新 srt的文档导出是成功的 接着我们再来给你演示 如果是我导出一个文本文件 是什么样子 好我继续填导出导出一个txt的文档 我也选择导出 导出成功打开 你看这边又多了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名是刚才导出里头的 项目文件的名字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纯文本的文件 没有时间错 可以看到没有几分几秒 那样一个时间信息在这里的 这就是个文本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怎么导入 导入 我们以前讲了 这个txt虽然不带时间信息 它依然是一个字幕文件 或者是讲你可以用它来生成 准确的字幕文件 这个功能不是3.0的版本 新加的 它以前就有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 文本里面有一个叫做文稿匹配 你点击文稿匹配 那么把刚才那个粘贴在这里头 就可以了 这个文本 它根据这个东西 然后你这个视频里面的音频部分 给它匹配 然后它给它打上时间错 所以这也是作为导入字幕的方式之一 虽然不是3.0新有的这个功能 我在这节目里头也提醒大家 这也是一个导入字幕的一个方法 这个时候如果点击开始匹配 它就会开始听写 把这个文本跟它在这个视频里头 听到的东西进行匹配 你会看到最后结果 也会生成在新的一行的字幕里头 你可以看到它听起来完全准确 你看到这两行字幕文件是一样的 好 另外一种导出的方式 这个地方新增了一个本地 字幕的按钮 你点击它 有一个导入字幕文件的这样一个功能 注意它这个地方只支持SRT LRC ASS的字幕的 这样一些文件的格式 不支持纯文本的TXT TXT我们刚才讲的 通过原来的已经有的功能 导入进来进行声音到文字的匹配 好 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导入 我点击这个加号 就会在你的本地去找到一个字幕的文件 我们现在就把刚才我们导出的SRT 把它重新再导入回来 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 好 我找到它就是4月30号 这样一个文件SRT 我点击它 然后你看就是我们刚才才生成的导出的 这样一个文件 带时间戳的 我这个时候把它导入进来 这个文件 它就加到这样一个项目里面来了 那么要加在这个时间轴上面 我们就把它拖过来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字幕就成功的添加上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项目里面有一个视频 有三个字幕在这个地方 第一行 这一行是我们刚才通过听写得到的 第二行 我们是通过纯文本的 不带时间轴的 通过智能字幕的文稿匹配导入进来的 第三行是我们前面第一行 导出来的生成的字幕文件以后 重新把它导进来 你看三行是完全一样的这样一个字幕 你最后决定保留哪一行字幕 你只要选中其他的字幕 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删掉前面两个 那么只留最后一行字幕 这样我就可以导出在这个地方 导出这个视频 同时导出字幕 这样子 简映专业版3.0这个版本 你看到了在原有的通过语音识别 生成字幕 这样一个前提下 它又新增了 可以把本地项目之内 生成的字幕把它导出 和在其他的地方生成的字幕文件 或者是纯文本的 它可以导入可以进行听写匹配 也可以通过其他地方生成的 比如说网易键外 或者是讯非听见得到的一个字幕 通过本地字幕的方式 导入进这样一个项目文件里面来 最后通过它来生成内嵌字幕 可以看到简映的字幕功能 到现在就非常全面和方便了 前面我讲过 如果你等不及官网更新到3.0版本的话 你可以到这个网站去下载 系统之家 这个是3.0.0.beta版本 你底下有一个选择一个下载链接就可以 我选择广东电信的下载 非常快 几十秒钟就下载安装完成 好的 这就是这一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够帮到你 谢谢再见